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抵临最深处的灯塔里有一位沉默不语的老人 有时他躺在床上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有时候他用力的劈柴凝视着树桩上独特的年轮 但更多的时候他用一把独特的刻刀赋予这些木块生命 然后一只1400岁的毒蛇猫脱鹰将这些木雕丢在各处 每当木雕被人发现时 这些陌生人就会沿着轨迹找到灯塔 归还木雕的同时还能带来一段独一无二的故事 清新脱俗的背景设定让人很容易在第一时间以为这是一款治愈类游戏 不过这只毒蛇猫头鹰却一再让游戏的画风跑偏 你不是已经把你穿着棉袄的大屁股挪进来了吗 我们还能演你出现 当第一位前到木雕的访客礼貌的询问着是否可以进屋时 这是名为伯爵的猫头鹰 是这样回答的 似乎就是两个极端加点的例子 老人将全部的技能点夹在了雕刻上 而猫头鹰则是将嘲讽技能点满 每个反客到来之时猫头鹰都会大肆嘲讽一般 不仅毫不客气的给人起歪号 还对那些看似天经地义的人情世故嗤之以鼻 同时作为一只千岁的猫头鹰 丰富的阅历使他可以在瞬间分辨人性的善与恶 无论是盗贼还是杀手在他面前的无所遁形 尽管他用恶毒的语言咒骂这些人 却依旧倾听他们的故事 后来我才明白 原来这只猫头鹰也有着灰暗的过去 如你所见 我是一只活了一千多年的怪鹰 在一些幽暗的岁月里我也杀过人 当然他们都是坏人 至少是惹恼了我的人 让动物开口 其实木狼游戏并不是第一次这么干 2017年 流言侦探以模拟聊天的方式 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催泪模式 在游戏中玩家可以在特定的时间 读懂喵星人的语言 从而与一只叫华盛的猫进行对话 小动物往往有区别于人类独特的洞察力 这也使得他们可以发现很多新奇的事情 或拥有很多特别的观点 知事故而不事故 是我对猫头鹰的第一印象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反客 总能在猫头鹰独一无二的开场下 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这份戏女和搞怪冲淡了故事的悲伤气氛 同时 它丰富的阅历 也能对这些故事做出十分有哲理的点评 从这点上来看 猫头鹰绝对是一位好的聆听者 俄罗斯摄影师叶弗根尼亚 曾辗转数个北极气象站 于漫天雪木与风尘中 试图寻找极地中浪漫又孤傲的独栏 不过 大多数气象站都已经高度现代化 自动化设备与尖端技术 同知了一片又一片的极寒之力 唯有俄罗斯北部 霍多瓦雷卡的一个小气象站是个例外 那里一切都充满了古旧的年代感 摩斯密码机 夹夹林1961年简报 苏维埃强指 时光仿佛在这个与时隔绝的孤岛上停顿了 站内只有一个名为斯拉瓦·克拉基的老人 年复一年在此地进行观测与记录工作 在苍茫的极地洪框中 他截然一身独次观测 记录 泛轴 漫目 这也让摄影师叶夫·根尼亚觉得惊奇 在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中 显然有如此孤独 却浪漫的生活方式 老人的故事 同样触动了游戏的制作人 吕成瑶 他说 这种迷人的孤独 带给他心灵上极大的震撼 这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他开始以斯拉瓦·克拉基为原型 创作猫特鹰与灯塔中的老人形象 这样一个享受孤独的人 一定是个充满神秘且沉默寡言的形象 于是 独舍猫特鹰作为推动剧情的角色 也作为老人性格的补充 完美地融入到游戏的背景中 其次是灯塔所代表的意象 我不知道吕成瑶有没有读过 雷普拉德·伯里的《农物号角》 但游戏中的灯塔所代表的含义 却与小说中极其类似 在《农物号角》中 长明的灯塔吸引着大海深处最孤独的海外 这个生存了上万年的远古生物 绝望中将灯塔当作了自己唯一的同类 很巧的是 《霍多巴里卡》气象战也拥有一座充满年代感的灯塔 而老人像是《农物号角》里那条上古的鱿鱼 在如同海面的深蓝色天幕下寻找人生的意义 孤独从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两面性 将孤独当作一种负面情绪的人 终日郁郁寡欢 为寻补到自己的同类哀鸣 但另一种人会将孤独化为专注 从而形成一种射人心魄的力量 称为长明的灯塔 面对孤岛上的百态人生老人永远沉默不已 他只会在聆听完那些故事后 为来访者倒上一杯热茶 然后开始他的下一次雕刻 《霍多英》永远毒舌戏谑 用他那玩尸不攻的态度嘲讽着每一位来访者 也许这是长久的孤独催生出这样奇特的性格 但也正是这份孤独让他们变得 与众不同活得洒脱自然 《霍多英》与灯塔让我明白 最完美的孤独绝对是一种状态 孤独的情绪会让人日渐憔悴 孤独的状态却让人一世独立 老人与猫头鹰正是因为这种孤独变得与众不同 他们之间没有言语上的交流 每当老人准备雕刻时 猫头鹰的爪子上就会弹出一把特制的刀 雕刻 等待 蜻蜓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这里不是治愈人心的解忧杂货铺 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 都无法能为每个来访者提供的 仅仅是一杯热茶 但那就足够 这一杯热茶足以未封尘 当然不要忘了现实世界 大多数时间里玩家唯一能做的 就是退出游戏 等待下一位访客的到来 诚然 猫头鹰与灯塔简直佛系的不像一款游戏 在下载游戏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我的游戏时长并没有超过两个小时 但它带给我的思考却是无穷无尽的 因为每个因日常琐事 感到烦躁不堪的时刻 它都会将我的思绪 拉到那个只有灯塔的孤独世界中 它告诉我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总会有人静下来 守护着眼前的花开花落 四季见 游戏中的四季更替 与日月轮换 都会带来全新的风景 也真心希望 每一个因漫长孤独而忧郁的人们 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灯塔 这里是随随念工房 我是你们爱讲故事的老朋友 其语 最后的最后 千万不要忘了 来一发素质三连 咱们下期再聊 记得关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